我现在记得一件事 在我高三第二年重读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需要去另外一个城市 给我买一考的服装 我爸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孝顺的话 你就赶快考上大学吧 就这么一句话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呦 心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有价值 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 所以我通过了半年时间的学习 以468分的成绩考上哈尔滨师班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那个时候我野心越来越大了 我渴望上社会以外的工作 我渴望让更多的人去肯定我 慢慢地我变成了学弟学妹们 争相模仿的对象 也变成了同届学生 输大拇指最多的人 我爸我妈也改变了 就会跟别人说 从之前说 你看看人家女孩 怎么怎么样学习多好 到后来会跟别人说 我女儿现在在哈尔滨干嘛呢 那个时候我好开心 我觉得我实现了人生价值 美玉 你到现在也是套路大于你的真实 而图里老师在你演讲之前 告诉你 要把这道题和你的感悟融合进去 其实你可以 如果真具备聆听能力和同理心的时刻 你应该瞬间借题发挥 把你的一个故事和这个场景 结合清楚 就是一个精彩 就那句话 吃不吃老端着 就你把自己老端着了 架在那了 其实可以落下来 你不就是一个二十三岁小女孩吗 对 正在找工作 就行了 你现在就是一张白纸 站在我们面前 想找一份工作 就够了 对 其实你应聘的也是一个基础岗 也不是要求多么高的一个岗 没错 你不用把自己把它放在实在一点 没错 我觉得你是还是在自己的世界里 现在 你没有太了解老板的需求 现在我们想听的 和你想表达的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是 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本艺从头到尾 它都是在 比较自我 要我要证明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就要给你一堆的东西 证明我自己 所以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看你啊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始于人品 本来如果你三方面集聚在一块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面试 但是你现在只剩研制了 你的才华最后成为你的缺点 甚至大家都只遇到你不实在 最后听下赵红利的意见 我们选了 您是谁并不重要 您拥有什么不重要 但是您能产出什么非常重要 这也决定老板是不是可以雇佣你 来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六盏灯 来听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真花开始 我觉得你从跟客户打交道开始也可以 我给你提供的是大客户销售的岗位 第一点 第一点是北京 给你的职位就是熊九集团旗下的熊上学院的讲师助理 那我给你的是一个你可以到我们集团总部 到我们的培训部去做一个培训助理开始 来陈俱福 就一方面我非常感动在他的这个这种非常想要做一番事情的激情 另外他确实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技能 那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客户的这个接待方面的经历 我给一个我的助理的岗位 那么现在我们有家新的一套旗下的文化娱乐公司 我们第一个产品是一档卫视的电视节目 那我希望你做我的助理来打理整个这里边跟台长 跟直播平台跟艺人之间的沟通方面的这些事宜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到我们那个行政助理港去轮转 好不好 这女生啊看着细皮嫩肉 但是在精神上皮糙肉厚 在剩下来的六盏灯当中灭掉四盏留下两盏 我想应该还是挺好选的 对吧 有请张阳张启明谈前不上感情 本来培训去陈昊那不是最合适的吗 你怎么把他给灭了 虚然懵了 你懵了吧 来请揭晓 你对这个薪酬满意吗 你对张阳的薪酬不满意是吗 你不说五千不是够了的吗 可以 满意不满意 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问你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 张阳你每次怎么老是特别没种呢 你作为一个男人对吧 你要不就是拼命夸选手从来也不敢骂 要不就看别人的价格 你闷着心自己放 这个环节叫谈钱不上感情 请 到底满意不满意能正确回答吗 那你刚才摇头干什么 但我希望那个一头老板再加一点 那你就直说嘛加多少 能再加 不上感情 加多少 加两千 加吗 加两千 加吗 加现在就加 加两千也不够 我估计你加了也白加 另外我问一下 为什么要加这两千 你好贱 要反情 满意了啊 我想问一下加三千的理由在哪 理由就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想认真做一件事 所以我希望 但是北京这个物价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得到 这个理由不成立 对 那是你的问题 那还是主观 那是你的问题 你再给我一个理由 还有别的理由吗 没有了 我必要讲一下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台啊 如果我们刚才所有的点评是针对于选手的专业度 我们才决定是否录用一个人 那我今天特别想质疑各位老板 尤其是张阳 你加三千 你认为这样一个专业型的选手能提供你什么样的专业服务 对 我给了他三千 我希望他给我释放是三千的倍数的 对 希望这个词在执掌中是无效的 这就玷污了这个舞台的专业性啊 各位张阳 我真的很羞于跟你做的一个 我们节目一个特约一千五百万 他提点很正常 我们个人提五个点 但是他现在做不到这种提点的可能性 所以你真的在玷污这个平台的专业度 他做过 我问你 你知道改编和编导干嘛吗 你说 你说 我肯定说的没你专业 你肯定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怎么出钱呢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加这个钱呢 你只是为了盈而加这个钱 不是为了 不只是为了 所以我高度的质疑 现在有些老板 只是为了赢选手而加开高工资 我认为这种行为非常可耻 大家认可吗 顺头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你肯定值这个钱 这一点钱我告诉你都不算个什么 你真正要 八千块钱工资太低了 对吧 其他人可以不用理会 你觉得他八千低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我告诉你 做奖师八千块钱工资确实低了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不是你长一点 在我们公司里面 做小奖的人 你做的是五万以上 OK 对你就给五万 他就跟你揉 这个谁谁 我给段钱 就是我的事情 没有必要让你来操作 不是 我觉得 他这个商品 他真正的价值是至少决定的 哪一次你有底线呢 对不对 不管是拼命的夸选手 拼命的五选手 你稍等稍等 稍等 张阳刚才说 他说这句话本来没有问题 他说一个选手 一定有他的市场价值 对吗 那请你回答我 最开始他的市场价值 为什么是五千 是他自己的心理底线 因为你开的嘛 你开的嘛 对对对 对 他的心理底线 对好 那为什么在短短一分钟之间 市场价值就浮动了三千呢 那这边市场价值 已经到了这个八千了嘛 他就是市场价值是吧 这就是市场价值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的市场价值 有没有点客观性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更愿意你选张启明 他一开始就开出了八千 他不会变来变去 如果说一个人 最开始给你五千 啪的过去看 呀你给八千啊 我也给八千 这种人肯定是不高谱的 这代表认可 把另外实战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高过于八千 好 把灯都灭了 在最后十秒钟考虑一下 做出最后的 一桃星空 熊九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去吧 我觉得有质疑才有成长 也是为什么我来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接触更多的老板 去看一下大家对我的评价 因为毕竟现在对我来说成长很重要